开门 谁啊 来了来了 妈 阿斗在家 妈 你这么来了呀 肉肉在家 妈 你来了呀 来坐 妈 你看你来也不说一声 我好让阿斗去接你 是啊妈 你也不说一声 你说一声我就去接你了呀 阿斗 肉肉 你们不是忙吗 妈 怕麻烦你们 这妈想你了 来看看你们 妈 只要你想来 我们不怕麻烦 妈 我们也想你了 对了妈 怎么穿这事 肉肉 一会儿给他妈买两套衣服去 行阿斗我知道了 阿斗 肉肉 这衣服就别买了 今天我来啊 是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妈 商量什么事 你要有事直接说 妈的公司破产了 不是妈 你破产 你连我家干啥呀 你这公司经营的好好的 怎么破产了呢 你 你开玩笑的吗 你 是啊妈 你这公司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破产了呀 妈这年龄大了 形势啊 跟不上 管理不善 我呀 疏忽管理了 这不 公司啊 就破产了 现在妈 还欠着 员工的公司呢 我说你个老太婆 我早就劝你 早就跟你说 退位 退位 把这个位置 早点让给阿斗 让阿斗管理 你不让 你非霸占这个位置 这下好了吧 破产了 什么都没有了 是吗 还欠你屁股账 你来我家干什么 就是啊 妈 你来这干什么 你还欠着账呢 怎么着 让我们还呀 不可能 儿子 妈没说 让你们还账 妈把房子 低压出去了 没地方住了 就是想 在你们家 住几天 在我们家 住几天 我们家没地方 我告诉你啊 妈 你说你有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着我们呀 你现在破产了 欠一屁股账 你来我们家了 你难道就不怕别人 找到我没家呀 啊 就是啊 妈 这房子 现在还还着房贷呢 你都不说 抱我们 现在破产 来我家 没门 儿子 你说什么呢 这房子的首付 不是我付的吗 现在 妈落魄了 想在你们家 住几天 怎么了 住什么住啊 当初你有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跟我们买房子 怎么不说 多买一点房子 现在落魄了 来我们家住 我跟你说 我家没房子 没有房间 给你住 柔柔 你这房子 不多着呢吗 给妈一间 签九签九就行 签九 你能签九 我不能签九 我告诉你啊 你哪来的 给我去哪去 我可不行啊 让这不 找到我们家 就是啊 妈 对了 妈 你不是还有个羊子吗 去你羊子那儿啊 啊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阿渡 你怎么这样说话 我帮你帮的还少吗 你可是我亲儿子 我不来你这儿 我去哪儿呀 亲儿子 亲儿子怎么了 你对你的羊子 也不挺好的嘛 找你羊子去啊 你哥 他也不容易啊 平时啊 还是帮你们的多 你哥那房子 妈也没给他出钱啊 是他自己买的呀 行了 别废话了 都现在还帮着他说话呢 赶紧滚啊 就是啊 妈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被人家债主看到了 又跑到我们家要站吗 你说这话 你也是我亲儿子吗 你让我去哪儿 我现在 连个房子都没了 去哪儿 去哪儿 羊子那儿 不都是地牢吗 赶紧滚 快点 走 走啊 你们干什么呀 赶紧走 快点 把他打开 快点 快点 走 把他带上 你说了 有钱你不来 没钱连我家 干什么呀 就是 这是我亲儿子吗 你听说我破产了 这两个人 就把我扔出来了 你说 这天也黑了 让我一个老代婆 能去哪儿呀 我呀 还是去我羊子家 看看去吧 这天怎么这么冷呀 这我羊子 怎么还不下班呀 他也不容易呀 那人怎么弄像我妈呀 妈 儿子 你可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呀 妈 妈 想你了 想来看看你 妈 咱进家库 进家库 你看这外边冷的 来妈 走 来 妈 来 进 来妈 您坐这儿 妈 这怎么回事 大雨的天 你在门口 怎么还哭呀 儿子 妈的公司 破产了 破产了 哎 现在的生意啊 也不好做 哎 妈 没事 破产了呀 咱们呀 还能东山再起 儿子 还东山再起呢 妈现在 连房子也没了 都抵押出去了 房子都抵押了 哎 没事妈 那您外边 欠的还有账吗 还欠了多少钱呀 儿子 我总共欠了 一百多万呢 这把房子抵押过去了 还有十几万呢 还欠的有十几万呀 哎 没事妈 我这手里啊 正好有点闲钱 你啊 正好拿了去还账 儿子 你也不容易呀 你把钱 都给我还账了 以后 你怎么过呀 哎 妈 我没事 我一个人啊 怎么都好过 咱呀 先把公司整理好 到时候啊 肯定能东山再起 妈 你呀 别回心 儿子 你真的 愿意替妈还账吗 妈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的命啊 都是你给的 当初 如果不是你捡了我 我呀 肯定活不下去 现在 这钱给您 那不是应该的吗 对了妈 刚才你不是说 房子也卖了吗 你呀 以后就在我家住 我家呀 有房间 没事的 妈 你说 你和杨子 都能这样对我 比我那亲儿子 强大拖 妈 你说的 这是什么话呀 那阿斗 他们也不容易 那房子 还是分期 妈 没事的 行了妈 你呀 谁也别怪 也别怪阿斗 我呀 去给你拿钱 儿子 别拿他这个钱 怎么了妈 儿子 妈跟你说实话吧 妈的公司 没破产 什么 没破产 妈 那是怎么回事呀 事情 是这样的 请进 董事 昨天让你签的文件 你签了吗 文件 你看 我这年龄大了 给忘了 那行 等会儿 我看一下 你呀 想回去吧 那行董事长 那我现在出去了 这不行 这得想个办法 你说 我这两个儿子 一个 是杨子 对我挺好的 一个 你让谁 接管我的公司呢 不行 我呀 再想个办法 考验考验他们 你看 妈的年龄也大了 以后啊 这公司 就交给你接管了 妈 这么大一个公司 我可接不下来 妈 你啊 还年轻 心里还好着呢 以后啊 你啊 还能继续管着 儿子 你说什么呢 妈老了 你啊 就听妈的 姓妈 妈 你这说的 您不 还有阿斗呢 妈 阿斗也是您的孩子 到时候这公司的事 咱们咱们商量着来 商量着来 儿子 这个公司 要让阿斗管理啊 他肯定管理不好 到时候啊 我们分给他 一部分钱就行了 妈 你这 能成吗 儿子 你就听我的吧 杉子呀 他是我说的算 知道吗 行行 妈 您啊 你别激动 今天啊 天也晚了 您今天啊 就在我家住 我呀 去给你做饭 行不行吗 行儿子 走 妈给你帮忙去 走妈 走